我们一辆在今年年底会有21家太阳能的分行 获得经济部节能标杆奖肯定的核库银行代表张冲一协理 说明核库如何利用调整通调时间 设定电梯节能与推广太阳能分行等做法 达到节能成效 这里是台北市区营业处举办的大用户座谈会 为了达到2050近零碳排的目标 国内太阳光电大幅增加 电力系统的尖峰也从白天移到晚上 台电方面也依据负载形态的改变 调整时间电价的尖峰时间带 因此台电北市区营业处特别邀请商办大楼 百货餐饮旅馆及医院等业者出席 希望在四月电价调整后 能协助这些用电大户 透过聪明节电达成省电节费的效果 如同大家所知道 今年电价在上半年有调整 那现在6月1号开始进入夏季电价 那这一两年台湾的这个用电在转型 夜间封的这个用电比例 单价已经是尖峰电价 那这样的电价的结构的调整 对于我们台北市 特别是服务业 这些百货旅馆业 事实上电价对南美党讲 是一个很大的支出 那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 引导用户如果透过节约用电 用电行为的改变 那透过专家的一些专业的指导 跟大家一起研讨 那希望说还是能够聪明用电 用电量不变的话 那电价就移转到非建峰时期 也就是夜间移转一些 然后呢电价获得相当程度的这个节省 台电北市区营业处方面 也分享几个节电方法 包括在离风时间开启空调预论 与调整抽水马达运作时间等 只要有效移转并降低 在尖峰时段用电 就能达成节电省钱效果 那因为现在的那个 新尖离风时间电价 那尖峰的电价 跟尖离风的这个价差 是越来越高 所以其实我们台电公司 那也一直在拜访辅导用户 希望引导用户 在尖峰的时候少用电 离风时段用多用电 那包括就是说 如果是今天是制造业的用户的话 他也去调整他的产程 到离风时间来做生产 那如果是一般的商办 或是服务业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会建议用户说 可以在离风时间 进行空调的预论 那在尖峰的时候呢 就是把那个空调的温度调高 那在尖峰的时候呢 这个用电就可以有效的节省 或者是呢 像有些 比如说抽水的设备 然后可以用时空开关 然后在离风的时间来打水 那减少在尖峰时间打水 那这些其实就是积少成多 让用户我们可以一点一滴的 在尖峰时间呢 减少用电 那第一个对我们系统有帮助 那对用户来讲 那他们的电费 也可以有效的节省 台电北市区处方面预计 6月13号将在举办第二场大用户座谈会 希望能让更多用电大户了解 抑制压低叶尖峰用电的重要性 一起聪明用电 节能省钱 创造三营 记者张祺滩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